中观之中 什么叫中观 中观不是一般的世界人所谓的中 就是两边取其中的中观 佛门中讲的中观是直下在决心之中的担当 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中文 用重症的语言说中 另一经已经告诉你 南观成北 北观成南 中相何在 那你如何在佛门之中讲的那个中道 中道不是一般人取其中的那个中庸 这边拿一点那边放一点 这叫中哦 而是真正在决心中直下的思维 大决心底明白一切感受之时 不管于好于坏 决心绝好绝坏之时 决心可真是好 可真是坏 从来不多 从来不偏 从来不倚 所以他决心在现在前时 你不能说他即是种种感觉 你不能说他不知道种种感觉 就是心情讲的不疾不离 那不就是中观吗 那才叫中观 而且那个中字 在中国字上还有一种意思 中者是什么 中者是你达到本源 达心本源 叫做中文 所以那叫中观 所以中观你能够知道一切法实 那不就是无量光吗 你明白一切法实 那不就是中观吗 能无量光中一定是中 能够照黑照白 能够知道一切法处 他一定不是躲在黑白之中的 所有的一切种种 缘起的种种偏见 那不就是无量光吗 他能现黑现白 一切黑白都是由他现的 他不是中吗 由他现的他是哪一个 他才是真正中道 而且他是真正的本源 所以他是无量光 谢谢大家 我 走 走 走 谢谢观看